我現在在做我們專案活動企劃的一個簡報 二十五歲的Steven在公司擔任行銷企劃 踏入職場邁入第三年 認為升遷只是證明自己工作實力的目標之一 但不是職涯中的唯一考量 我個人的話 我不會排斥升遷 但我會去考量說 升遷之後可能調心幅度的跟升遷之後 它相對帶來的不管是工作或是壓力上面的增加 然後會去兩項評估之後 然後才去做決定 對我自己而言的話 如果是兩三千塊的話 我可能就會去比較慎重去考量 相對於可能增加的工作量 或者是會不會有一些額外的壓力這樣子 協業給予升官加薪 是職場中常見的遊戲規則 更是不少人持續追求的目標 但在新世代眼中 不再信守就有觀念 在工作中是否能實現自我價值更重要 我也會去考量說 升遷之後是不是代表我自己的個人的生活 會更大程度的被這份工作給綁架 至少對我自己來說 我會覺得我自己的成就或者是 成就來源不完全都是靠我自己在職場上面的表現 或者是職稱上面 是不是有很棒的頭銜或是等等的這樣子 拒絕盲目升遷 因為這不僅僅是職位和管轄範圍的升級 扛的責任也越重 有的甚至薪資與職位變動不成正比 其實升級與加薪並不能完全的畫上等號 根據求職網調查曾有過升遷經驗的上班族 平均的薪水增幅是4.8% 但其中有一乘五的人表示薪水是完全沒變化 等於說表面上獲得賞識而升遷 實際上並沒有多勞多得 近身與調薪脫鉤 光榮的背後若沒有薪水加持 恐怕也很難留住員工的心 人類銀行進步調查發現 上班族在職場高升後 工作壓力和工作量明顯增加 工時變長 上下班時間變得不固定 甚至休假處理公務都是常態 我覺得基本上對很多上班族來講 他還是希望就是升遷跟加薪可以是同步 也就是說如果擔任主管職的話 升職擔任主管職的話 責任越重的話 相對上他也希望他的薪資 可以成正比來一個增加 不過我是覺得因為很多企業 他可能是屬於中小型企業 變成說他名義上可能給你的職位是高升的 但實際上薪資要有明顯達到 這個跟你的這個責任的負荷量 是成正比的一個加薪幅度 有時候是比較難一點的 薪水到底好到什麼程度 跟我要負擔更多的職責這件事情 我要額外的付出時間又有多長 這個部分如果沒有一個 比較相對應的報酬 可能有些人就會開始計算說 那我值不值得去take 去拿這樣的一個升遷機會 所以其實有一個很現實的議題是 我可不可以拿到相應比較好的調薪或獎金 社會趨勢不同以往 人力專家指出 期待職場往上爬的同時 越來越多人更看重生活品質 認為成功的標準不再只有一個選項 不眷戀晉升職位 而是踏上斜槓之路 其實像我們這一輩可能從小就被灌輸 你要在職場上好好打拼 成家立業等等 可是我相信現在更新一代的工作者 他們對於這件事情有更多元的想法 不是說在職場一定要成功才叫成功 或許有些人他很願意斜槓 去發揮他不同的興趣 做他不同的事情 有些人他會覺得想要花時間在投資等等 他還會認為說我投資賺的錢 說不定比我升遷獲得的這個薪資增加還更多 所以我想這跟每一個人的價值不同 會是非常有關係的 以斜槓能力跨足副業 或是以投資來錢滾錢 年輕世代價值觀念轉變 職場升遷不再是職涯發展中追求的唯一目標 TVBS新聞 何佳陽 劉彥萱 台北採訪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